所以用膚的勺取去課 不是,不是幾個字 那所以,重點還是12、13會比較明顯 所以接下來細胞這個乳酷的話 第一個就是一般我們要去鑑定這個細胞的話 就是當然所有生物的細胞通常都可以看到一個還算清楚的這個乳酷 這乳酷當然還是以植物細胞會比較清楚 對不對,可是,如果你現在想要去談 就是說,我現在看到這個東西,看到這個東西,然後它是細胞,它不是細胞 到底有沒有什麼樣的依據 其實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參考,就是什麼 就是細胞,既然看得到界線,對不對 所以,不管你去看動植物細胞或其他生物的細胞 一個共同的那個,包圍出細胞輪廓的界線就是什麼 就是細胞 所以,接下來再聽談說,那我透過這個界線去包住的東西 那些就是細胞 所以,有一些判斷的這個依據 所以細胞膜、細胞質,這個是所有細胞所共有的 細胞核不一定,因為這是植物細胞 我們終究還是可以找得到那個細胞核的存在 你用染色,如果有一些細胞的話,是像臉部染色 還是有辦法透過顯微鏡去觀察到它的存在 植物細胞當然更方便的是,因為它的細胞膜 僅僅僅貼著細胞壁 細胞壁因為它纖維的堆積的關係 所以相對來講,這個線條清楚多了,對不對 所以你看,像連這個的話,薄壁細胞,對不對 連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有沒有 細胞線的空性都特別的明顯,對不對 這個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動物細胞的話,比如說你看那個口腔的黏膜細胞 那你用足夠相對就會比較明顯,對不對 可是接下來的問題是,細胞裡面 其實大部分的地方都是有點這樣透明透明的 因為一般的基本觀察工具是顯微的光學顯微鏡 光學顯微鏡呢,因為你那個光 要達到能夠刺激那個視網膜,產生感覺 那個光要一定的強度 那這個對於一般的細胞的構造來講 是那個光早就已經把很多那個透明狀的構造 全部都模糊掉,你就看不清楚了 所以小數像這種有色素的,當然會看得比較清楚 其他部分的話,恐怕要看到那個細節 在光學顯微鏡底下其實是有困難的 好,那接下來另外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 這是整個生命組成當中不同的層級,對不對 當然你可以多細胞生物當中體型很大的 那也有可能是小到那個生物身上的組成成分的 那細胞大概落在哪個範圍呢? 大部分的細胞是落在微米範圍 大概兩個微米到100個微米這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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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大概10個微米20個微米以上,對不對? 然後通常圓核的話呢,大概都是在個位數這個附近 大概都是在個位數這個附近,還蠻普遍的 所以圓核跟真核其實大小確實是有差別 可是回過頭來談一個問題 大部分的細胞的大小好像都落在這個範圍裡面 那所以也就是說,好像地球上真的很難得會出現大型的細胞 當然國中就提到那種軟生動物的軟細胞,對不對? 肉眼就可以看清楚它的存在 可是你要想清楚,軟細胞畢竟只是一個過度時期的細胞 它是為了配合有性生殖才產生,對不對? 所以軟正常來說,它的壽命根本就不慘 暫時性的嘛 產生它是為了要應付那個有性生殖的需求 就是配子的需求 所以如果你把它拿掉之後,真的大部分的細胞好像都是小的 所以接下來一個很明顯的問題來的 那就是在地球上的細胞為什麼都要很小? 講簡單的,就是說 你為什麼要做一個你要用那個什麼基兆為細胞? 對不對?做一個你為什麼不用使用一個細胞?很方便喔 對,隨時跟變形 細胞有一個好處,就是就像麵糰一樣 你可以隨意的雕塑出外形這樣子 所以連門都不用開,可以鑽出去,類似相像的道理 無比的方便 可是沒有啊,地球上真的是沒有做出這樣的大細胞 所以後來呢,他們嘗試去做一個解釋 請看那個課本,有課本的話 不是啦,不是啦,講義,講義,講義那個 講義那個四十三喔 四十三,四十三頁這個第一個段作的地方 所以後來他們用一個方式去想辦法解釋說 為什麼細胞大,好像不是很恰當 主要的原因是,你今天 以一個小細胞跟一個大細胞來比的話 對不對? 大細胞它要生存,它需要的養分比較多 它產生的代謝菲物的量可能也比較多 那你現在物質進進出出都要透過誰? 你物質進進出出都要透過細胞 對不對?好,當然,表面來講 從小細胞到大細胞,其實它的表面即時增加 對不對?可是問題的情況不是這樣子 細胞質的體積就代表養分的需求量 所以如果體積越大,養分的需求量越高 代謝菲物產生的量也越高 所以理論上你應該要想辦法 再同步的增加表面積 可是如果你去把那個小顆粒跟大顆粒的細胞 讓它的表面積來跟體積做一個比例的話 你會發現大顆的物體基本上在表面積對體積比 基本上比例會下降 所以他們嘗試用這個角度來看 如果這個比例會下降的話 事物也等同就是說 當我把細胞變大之後 事實上養分進來的效率 也許無法應付細胞的需求 代謝菲物要送出去的速率可能不夠快 搞不好細胞才容易重複 所以養一個大細胞代價是比較沉重的 既然代價這麼沉重 不如把這個大細胞切割成適當的小細胞 對不對?那我了不起 只是要讓這些細胞一起生活 就算有很多細胞生物就這樣子 我要讓這些細胞共同生活 對不對?而且更好的情況是大家分工 所以這樣的多細胞存在才會有意義 所以生物的體型要再進一步更大一點的話 基本上就不太適合再繼續把細胞的體積再繼續增加 反而是用另外一個策略就是這樣的細胞數 然後這是微米級的 那奈米級的架構裡面 比如說像我們後面會介紹那個 鵝糖體 鵝糖體的話它的構造大概就是只有幾個奈米 然後病毒也是 病毒的話大概就是大概十個奈米到一百個奈米 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這些的話一般如果我們在談到這個層級的時候呢 就會接下來衍生一個問題 像剛剛講觀察細胞呢 光學顯微鏡其實是一個很常用的構造 可是如果你要看到這種奈米級的構造呢 唯一的觀察工具就是電子顯微鏡 當然電子顯微鏡也可以用來觀察一般大一點的物體 只是說那個時候通常是為了看到細節 比如說細胞裡面有很多構造是透明的 光學顯微鏡看不到 沒關係有電子顯微鏡看到嗎? 那如果你要看很小的東西 OK 這時候大概就只有電子顯微鏡 好 那接下來 那既然細胞膜 細胞膜是界定出細胞的最基本的這個架構 對不對 所以那個 那個 翻到下一頁了 右邊 右邊有一個 超級大的圖 好 那個 界定細胞膜的這個架構 我們在化學組織的地方提到 是用磷子排成紙雙層 然後雙層磷子 對不對 這樣排列當然顯然的有一個好處 如果說這個架構當中 上面下面都接觸水的話 那這個磷子的排列方式 其實它是可以穩定下來 那我就可以製造一個很清楚的這個界線 而這個界線呢 它的上下表面都是清水面 然後中間是輸水的環境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個輸水的環境 去往水 水溶液給隔開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方便的 空間區殼的材料 對不對 好 問題來了 那你現在 既然這個地方中間是輸水的 那可是細胞所需要的那個 物質當中 量最多的是水 然後接下來有很多 有機物溶於水 然後電鹼石溶於水 所以進進出出的細胞裡面呢 這麼多東西都是溶於水的 那 這種環境擺明了 輸水 就不利於水的存在 那如果連水要通過 可能都會遇到困難的情況之下 其他的物質當然也會遇到困難 所以這時候呢 在這上面 適當的添加一些工具 是有必要的 所以我們所看到的是 在後來的研究裡面發現 那個成分分析 很早就做出來發現 細胞膜上面 前三個主要的成分是什麼 低敏 零食 然後再來是蛋白 然後再來是瓦糖 然後後來才嘗試去解讀 所以這三個主要組成成分 他們的安排方式 那發現呢 原來 如果你把零食分子 想像成 我現在在這個水面上 鋪上一層 那個滿滿的保麗龍球 剛好鋪一層 對不對 那你現在丟一顆籃球進去之後呢 零食自動讓開 因為零食本來就是 性質相同 都靠在一起 那你現在呢 零食分子 零食分子本來呢 就可以隨意飄移 那萬一你有一個大的物體 在卡進來的時候 了不起 這個位置呢 讓給那個大的物體就好了 所以蛋白子呢 它就會穿插在零食分子之間 那連蛋白子跟零食分子之間的相對關係 也不是固定的 所以 有人就做過一個實驗 你就發現 其實 我如果把這個蛋白子呢 去做一點 比如說螢光的這個標示 然後去觀察 你發現 那個蛋白子在那個細胞膜上面 實施動態的 它會飄移 好 那這種飄移方式 一般來說的話 像零食就很明顯 平常都是水平飄移 那偶爾會來個翻轉 蛋白子是不需要的 好 那為什麼要需要這些蛋白呢 因為至少有一件事情 運輸我就需要蛋白了 對不對 那還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也需要蛋白石 所以蛋白就變成是細胞膜上 另外一個重要的組成 那它跟零食分子之間的關係呢 我們就把這個稱的叫相纖 因為它是卡進去 所以叫相纖 可是那不管是零食還是蛋白 它都是有一定的 那個自由運動的能力 所以這叫流體性 所以它可運動 然後蛋白石穿插在零食分子之間 可是這樣還不足 因為有一些蛋白石或有一些零食呢 它可能還要需要寡糖分子 來去強化它的功能或特質 所以這時候就會有寡糖的出現 寡糖目前的大部分的共同的說法就是 如果這個細胞膜上有出現寡糖 通常是出現在外表面 比如說細胞膜 出現在外表面 那這個東西它可能變成具有抗原的特性 對不對 可以要不然作為細胞之間互相認識的依據 所以這個地方點綴性能還要再提一下 所以整個細胞膜的架構裡面 一般都會用這個詞 流體象限模型 指雙層只能降 指雙層只能降離子這個部分 所以那個界線 是用磁雙層這個架構去排出來的 那如果你要提到細胞膜約略的輪廓功能的話 那要用流體象限模型去形容它 會稍微比較完整一點 但說來說去 這樣還是有一點簡單 然後回到 落實到這個細胞身上 這上次有提到 已經提過的就不太多講了 有沒有 如果現在要做一個運輸蛋白 對不對 像這次是一個三級結構的蛋白 α螺旋 對不對 你看同一條線 繞到這邊之後 折一下折反 然後再重新做一個螺旋 對不對 然後再折過來 有沒有 我反覆的用α螺旋 只用了一招 然後中間這個地方就會形成一個孔隙 對不對 我今天設計給水通過的 我用特定的氨基酸 反覆出現α螺旋 假設我要應付它的離子 沒關係 我就適當的去修改它的部分的氨基酸 讓它還是可以出現α螺旋 只是這個α螺旋裡面的成分有一點不一樣 那個二級結構還是可以除完 所以通道是開起來算是比較容易做的一種 所以現在我們就 你看這個是只有輪廓 我們看這個細節 你把這樣的一個三級結構的蛋白 卡在離子分子之間 對 那它就變成是一個運輸的管道 你看 這是在談膜蛋白上面的一個可能的情況 接下來就是真正落實在細胞身上的時候 狀況又更複雜了 因為細胞膜的上下附近 其實那個環境還蠻複雜的 所以用一個大圖來看的話 大圖 四十七頁 有一些讓大家可以接收那個錢的時候 我們那樣不管會有所掙扎 這樣一本印象才將近一百三而已 還有說它那個錢 這本列印喔 這本列印喔 對啊 就算一般的一一天一張彩色 現在好像將近五百 對啊 你看這本體驗 對啊 現在哪一天想不開我再出書 好 一定很便宜 因為印刷會比較便宜很多 好 所以細胞膜附近的狀況 這個就有點比較接近真實的樣子 就是說你不能只考慮細胞膜本身 對不對 尤其相間模型裡面 如果真的要看到細節的話 子雙層當中需要各種功能的這個磨蛋白 對不對 然後呢 表面外表面這地方還要搭配刮糖 刮糖可能掛在脂質上 也有可能掛在蛋白上 這就變成是糖脂 這叫糖蛋白 然後接下來的問題是 那個流體的特性裡面 我們在講那個臨子的時候有提到 如果你臨子的兩隻腳都是直的 那這時候臨子的排列可能會比較整齊 靠著會比較近一點 這時候強調流體它的流動性就不是很好 所以你想要增加流動性OK可以啊 把兩隻腳歪出去 兩隻腳歪出去的時候 那這時候臨子要靠近 就是稍微距離可以適當的增加 所以添加一些不飽的脂肪酸 其實是一個做法 那我們的話 我們常態性的做法是什麼 你在這個地方會看到膽固醇 對不對 膽固醇是直直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我們在疏垂層這地方 添加適量的膽固醇 硬是把那個臨子之間撐開 因為這也是一個增加流體性的方式 好 那這個還是吃膜的症 接下來一個問題是 細胞裡面 細胞裡面的狀況是什麼呢 現在看到一大堆繩索 如果你要光學顯微鏡底下 看細胞的觀點來去看說 如果這間教室是一個細胞 你現在從那個門走進來 整間教室裡面空空蕩亮的 根本就不是這個樣子 你看光看到這些繩索就會發現 就是你走進來之後 搞不好是初步難行 因為我們包括這幾個面 就是天花板地板 然後教室四面牆壁來看的話 你隨便找兩個地方 然後這兩個地方就拉一條繩子 然後隨意兩個點 然後拉了很多繩子 所以一旦你走進這個教室之後 你在光學顯微鏡底下 因為這些繩子相對比較細 光更稍微搶了一點 所以你看不到這個細節 但是如果真實的情況 你走到細胞裡面的話 你要一直在這些繩索的夾縫中慢慢鑽 你才能夠走出一條路出來 所以細胞裡面的狀況是怎樣 這個東西叫什麼 細胞補價 為什麼會看到這個東西 其實他們有質疑一件事情 子雙層你就算再怎麼穩定 當你把一顆水珠包起來的時候 細胞質有一定的濃度 你現在把這整個細胞泡到水裡面之後清水 假設細胞質的濃度就算是百分之一好了 整顆泡到水裡面之後 因為滲透它是不是開始吸水 OK 你那個凝子只是靠在一起啊 大概就算穩定也不會堅固到哪裡去 合理來說整顆細胞泡到就像動物細胞 你泡到水裡面之後 應該不用很久的時間 整個細胞就瓦解了 等我所看到的是 動物細胞真的泡到水裡面 它也沒有真的立即瓦解 會 泡到清水裡面終究是會 可是那個瓦解的時間不是馬上發生 所以細胞內一定有一個支撐物 這些東西就是細胞骨架 全部都是蛋白質 那問題是這些細胞骨架 特定的細胞骨架 它需要在牆壁這個地方 有一個固定的點 用了什麼東西 蛋白質 就像我今天要綁一個繩索 我要在牆壁上打一個掛兜之類的 那我可以去綁 那細胞裡面這些細胞骨架 基本上這個方向是錯綜複雜的 很亂 非常雜亂 所以這是細胞裡面的狀況 然後在這當中一大堆繩索裡面 我還要安排很多的構造 我要安排細胞骨 我要安排內持有高級市場等等 所以那個問題的層面 後面要解決 那外面的部分的部分 就是你現在想像一下 比如說我們舉一個例子 這個不算是很接近 但是比較容易想像 就是你看 如果你現在把你的皮膚抓起來 然後一放開是不是就暖一回去 對不對齁 很紮死 對不對 那解剖過青蛙嗎 沒有啦 將來的某一天我們還是會做吧 那如果捏過青蛙皮了 就會感受到這個差別了 你把青蛙皮的拉起來 那放下去之後 那個皺褶啊 就是慢慢慢慢慢慢才探皮 你看就抓起來 馬上斷回去 就差別很大 要是什麼 其實這邊 你一抓起來的時候 同時抓到很多的細胞啊 那為什麼這些細胞可以這樣緊密相連 這一定有一些辦法的 那植物細胞如果你還有印象的話 植物細胞如果你把它想像成 就是像一個一個磚塊 然後把磚塊疊起來 對不對 磚塊就會垮掉啊 所以最好的辦法是 磚塊跟磚塊之間呢 你用一些東西把它黏起來 所以裹膠 對不對 動物細胞的話呢 會善用這種策略 有沒有看到這些很粗的東西 這是細胞外的環境 就是這種很粗的這種蛋白質的纖維 或者像這種 那所以這種粗的蛋白纖維是什麼呢 你一定聽過 就是膠原蛋白 OK 它可以去讓兩個細胞 就是 比如說這樣子 這是一個細胞 這是一個細胞 然後呢 我讓它們直接對著這些粗纖維 那這些粗纖維呢 再分別去跟兩個細胞固定 這樣子 這樣OK 可以想像嗎 那有一些細胞之間 它的要求比較特殊 比如說你的韌帶 對不對 韌帶要的是什麼 它能夠應付那個很強的拉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它就比較不需要 它反而需要的是那些 彈性比較好的彈性纖維 所以不一定是那個膠原纖維 它就可能是彈性纖維 所以這是細胞外的這個狀況 所以細胞的事實上 光細胞某附近的狀況其實 遠超過我們想像 有太多的細節 以前只用光學纖維計 其實看不到 那後來呢發現 你可能要用一些技巧 比如說螢光纖維計 或者是那個鏈子纖維計 就可以看到這些小細節 好 所以接下來 動物細胞和植物細胞 當然在構造裡面有一些不同 這我們在高一的地方 已經就簡介過 所以我們直接切入那個細節的部分 就不管是動物細胞或植物細胞 因為我們先從整個開始看 所以整個細胞的生命中輸 生理代謝中輸 對不對 或者遺傳的中心 通通都是細胞和 對不對 那為什麼它這麼重要 因為它帶著什麼 遺傳分子 對不對 裡面有重要的遺傳訊息 控制整個細胞如何做出來 如何運作 那細胞和我們等一下再來談 再來談一件事情 回過頭去看 整個細胞的這個 構造的細節當中 細胞和當然佔有一個 絕對的這個重要性 可是接下來的問題 核以外 膜以內 這個地方 從細胞核以外 細胞膜以內 通通都可以叫做細胞質 那很明顯的 在這些 在這個細胞質的區域裡面呢 我們會看到有一些構造 這些構造 你可以把它稱為叫拋氣 等一下 拋氣 肢體內脂肪這些 當然 也有一些是單純液體的部分 好 液體的部分 還有各種有機物 無機物 可能會激起某一些生理功能 可是構造的部分呢 常常都是用膜做的 似乎 細胞除了利用細胞膜 來界定出動物細胞的 細胞除了利用細胞膜 去界定出細胞的內外 的差異之外 在細胞裡面 似乎還是可以用膜 虛格出不同代謝所需要的獨自空間 所以膜完善成很好用 那 針核在這地方呢 用膜做出來的構造呢 基本上又更多更複雜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擁擠的狀態 對不對 就是內脂肪 比以前高音那個養殖的圖好多了 馬上真的可以讓你看到那個 內脂肪 真的是佔據細胞很多的這個地方 它的佔有率其實還蠻高的 那 我們把這些功能 約略瀏覽一下 因為畢竟已經算是簡介過了 所以 細胞核拿掉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那個生命中樞 它主導整個細胞的運作過程當中 從內脂肪開始看 然後再去看高級市集 對不對 來去看那個細胞裡面 大大小小的這些套套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以前講過 整個細胞的整體設計 似乎都是為了誰而存在 內脂肪跟蛋白質合成有關 還跟運輸有關 高級市體跟蛋白質的修飾有關 對不對 運輸難怕 要把這些蛋白質做完的工具 送到特定的地方去 對不對 所以整個細胞 大約就真的有點像是一個蛋白質的製造工廠一樣 那為什麼是它 因為很簡單的道理 你基因密碼檢註出來之後 第一個產品是什麼 就是它 你要表現生命現象的時候 像酵素 對不對 它是生命現象的一個基礎 代謝 對不對 內代謝是不是需要酵素官 對 好像 如果你要談生命現象的話 都得先從這個地方 再往外延伸出去 所以 整個細胞的構造 大部分的資源 或者是構造 都為了應付它的製造 這看起來也是合理的 那當然 這樣是不完全的 你還要再搭配一些其他 所以我們還是從細胞核開始看 然後再來去看 這一連串 跟蛋白質合成相關的 你可以單獨去討論 但是終究 它們的關聯性 是不可忽視的 那細胞核這個部分的話 第一個 擁有遺傳分子 這件事情就很重要 所以我們也看得出 細胞核的構造 我們有為這個做了考量 第一個 膜它用了兩層 所以細胞核有外膜內膜 外面那層就外膜 裡面那層就內膜 內外膜之間呢 是一個非常狹窄的空間 這個狹窄的空間 這個狹窄的空間 偶爾可以利用來運輸 但這會產生一個問題 細胞膜界定出細胞的輪廓 夠重要了 對不對 但再怎麼樣 也只用了一次 一次膜 就是紙雙層只用一次 對不對 那細胞核為了要保護遺傳物質 假設目的真的是為了這樣子的話 那它用了兩層膜 有點是自找麻煩 因為一層膜物質經 物質通過就會困難了 兩層膜 對不對 零質分子總共出現四次 對不對 物質通過是不是更困難 算是有點早麻煩 那接下來 你在看運輸的東西 你就會想像 想像得到就是說 那真的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這個是染色質 細胞核裡面呢 在 也不想顏色比較淺 就是通常在細胞間期 看一下個字吧 細胞間期的時候 細胞核裡面呢 常常會看到一些小顆粒 我們就把那個細胞核裡面 出現的小顆粒叫做核人 那非顆粒的部分的區域 就叫做核質 對不對 那後來再去仔細的分析 就發現原來核人這個地方呢 它會有比較大量的保安在被集中 還穿插一些特定的蛋白質 那核質這個地方 主要是染色質 染色質它很有DNA嘛 所以DNA比較是放在核質的區域 那RNA比較是被集中在核人這個區域 那因為兩個區域的成分 它有物質的這個濃度 有一些差異 所以那個核質跟核人 如果你那個顯微鏡 妥善調一下 或者加一些偏光鏡的技巧 真的是可以看到核人的存在 不過它之間並不是有用某格的 那是因為組成的成分的差異 那個對比 算是有點明顯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DNA在這邊 RNA在這邊 這邊 所以我們講說 按照那個遺傳分子的使用的流程裡面 第一道手續是轉入 對不對 轉入是把DNA 整個DNA當中 某一段的基因 對不對 我去把它轉入出來 產生一個複製品 那那個複製品是RNA 那問題是 RNA真正的使用場所並不在這邊 因為到時候 下一道手續是轉譯 轉譯的資源在哪裡 這個小黑色顆粒 就是核常體 轉譯的工具放在細胞子當中 那你現在 核常體需要的那個基因密碼 在寫的時候 在RNA 核常體並沒有直接去使用DNA的基因密碼 所以就變成你最困惱的是 RNA你要在細胞核裡面核想 但到時候使用RNA上面的基因密碼的時候 是在細胞子 所以你是不是要把RNA給送出來 可是RNA是天然聚合物 要想像嗎 所以這時候 細胞核要應付這個困難的問題 只好在內外膜之間 做了一個複雜的運輸管道 叫做核孔 核孔基本上是用多個小顆粒 拼湊出來的 所以你大概可以把它想像 它就是有四級結構的 因為它做很多個小單元 然後弄一個複雜的架構 那更妙的是 比如說你去想像 如果我們把它想像成它像一個管子的話 好像也不是 這個管子的空隙 事實上可能只有這麼窄 可是RNA分子直徑 還不是長度喔 直徑搞不好這麼大 所以連塞都塞不過去 所以它到底怎麼把RNA送出來的 這也是需要解答一個問題 但這個就是大型的分子 當它要從那個細胞核裡面送出來的時候 或者外面的這個成分 它需要的這個成分 比如說你核生RNA需要核乾酸 對不對 要送進送出都是透過核孔 那核酮上面有特殊的核酮蛋白 那接下來內部這個部分的話成分 就是還是以遺傳物質 可是兩種都會出現 DNA跟RNA 那它們分別會搭配不同的這個蛋白質 這個就是細胞核的狀況 那一般的細胞核呢 差不多在兩個微米三個微米 也就是一隻小細菌的大小 所以為什麼你細胞核正常來說 其實可以看得到 只是染色是更方便而已 接下來 那細胞核的表面呢 外膜這個地方我們發現 這個外膜會從細胞核表面延伸出去 延伸出去之後就開始折疊 那折疊呢 所形成的造型 這是其中之一 這是扁平狀的 那裡面跟內外膜的小空隙有點相似 就是很窄 那它確實是一個流通的空間 然後它會從那個細胞核表面呢 形成多層次的重疊 好 那如果從完整面來看的話呢 大概可以找到兩種造型 一種是像這種 就是扁平狀 或者是扁平狼狀 都可以 那另外一種呢 是比較像是分支 那個桿狀 管狀 都可以 所以這些東西 從細胞核以外 向外延伸出去 回到種植細胞核就很明顯了 這個組 從細胞核出發 這個細胞核畫的還蠻大的 就可以再縮小一點 那你看這個內植網 這的比例很明顯吧 因為這細胞核畫的有點過度淡 所以 靠除在這個以外的話 那你現在來看的話 這個東西從細胞核表面一直向外延伸 那 會不會它的功能 會有點像是我們的循環系統 所以後來我還發現 因為它真的是協助細胞內的運輸用的 所以內植網 這等同是我們的循環系統的意思 但它有兩種造型 造型很有可能跟功能 不一樣 所以一種是扁平狀的 那另外一種是管狀的 那它有另外一個很明顯的特徵 這是電子顯微鏡的圖 這個就是那個扁平狀的 我們做這樣的一個切面之後呢 這兩條平行線之間 就是內植網裡面的狹窄空間 那它的外面 你們那個手上也有電子顯微鏡的圖 它的外面那些黑色的點的小顆粒 通通通都是核糖體 核糖體只有在電子顯微鏡底下 才看得到 所以你現在在這個運輸系統上面 放了核糖體 那核糖體的功能是幹嘛 核糖體是一個轉譯的工具 你丟一個rnate給它 丟一個mrnate給它 它可以幫你把那個mrnate上面的密碼子訊息解讀出來 然後再依照這個密碼子的訊息的排列順序 然後把適當的氨基酸串連起來 所以它是轉譯的工具 所以那接下來問題來了 如果核糖體負責 轉譯之後是知道多態電 核糖體要負責知道多態電 然後它黏在那個運輸系統上面幹嘛 所以合理的推測碼 它一定需要內植有幫忙 你看齁 所以它這地方有一個比較曖妙的合作關係 就是 多態電不是很長嘛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我現在核糖體 那我沒有辦法形容 現在核糖體現在手上已經開始在合成多態電 那這個是內置網 那它黏在上面幹嘛 它每一次抓到一個氨基酸 抓到這個氨基酸之後呢 它會把這個氨基酸串起來 然後後續等於再接上第二個氨基酸 那它每抓一個氨基酸之後呢 因為它貼在那個內置網的膜上面 它就把每次做一段之後呢 它就把那個多態的塞一個進去 然後再多做一段再塞一個 再多做一段再塞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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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掛一個氨基酸進來 然後它就把那個氨基酸 等一下就塞到那個內置網裡面去 所以等到它把那個氨基酸再解讀完畢 內置網裡面已經有一條多態電 那用另外一個方式去講 這是核糖體 然後它開始合成多態電 那這個多態電呢 假設總共用50個氨基酸 一口氣做完 有一條氨基酸 有50個氨基酸 所以它可以附著在內置網上面 我每掛上一個氨基酸之後 我就把這個氨基酸塞進去 對不對 等到我做完之後 整個多態電剛好就是在內置網內出現 這知道那個運輸上面差別很大 這是一個還算蠻聰明的一個測定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 為什麼內置網上面附著這麼多的核糖體 不過核糖體只附著在這一種 軟平狀的內置網上 那所以第一個 這個是相對的關係 我們會把那個附著在 內置網上的核糖體叫做附著核糖體 或附著型核糖體 然後把那個有核糖體附著的內置網 叫做初超內置網 因為剛剛講的 像上方的這一些管子 比較有分擦形狀的這些管子 上面通常就不會有核糖體附著 所以相對來講 不只造型不同 這一種的話 看起來它好像沒有要跟核糖體合作 所以這種我們就把它叫平滑內置網 所以從細胞核表面出發之後 我們就分這兩個方向 就是初超內置網跟平滑內置網 所組成的複雜的網路架構 那這些運輸體系呢 看起來初超內置網應該是跟核糖體有合作關係 為了合成蛋白質 所以內置網不只是負責運輸 我們發現事實上它真的會協助蛋白質合成的過程 的某些步驟 那平滑內置網基本上 我們就比較看不出它好像有直接參與蛋白質的合成 所以總是要去釐清它的功能 所以後來初超內置網確定了 它跟核糖體有密切的合作關係 在蛋白質合成這件事情上面 那平滑內置網可以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不同的細胞就發現有不同的需求 比如說肝細胞對不對 那個廣告用紙脈中藥的 紙脈那種成藥的對不對 它會想像那個肝有解毒的功能對不對 所以後來發現原來肝張在解毒的時候呢 它有很多的解毒的效素是放在哪裡 就是放在平滑內置網上面 所以這地方就是一個解毒的重要的部位 然後肌肉細胞的話呢 肌肉細胞它在產生肌肉收縮的過程當中 會需要去用到幹離子 那問題是你要一下子拿出這麼多幹離子 來讓肌肉細胞產生收縮會有困難 所以它平時是先用累積的方式 就肌肉不動作的時候呢 先去想辦法把累積幹離子 那那個累積要放 放在哪裡 就放在平滑內置網上面 所以它是有一些特殊功能的 那後來有發現它有一些參與合成的作用 比如說紙質 所以特定的紙質的合成就會用到這個區域 所以這樣的話功能面 基本共同的用途就是運輸 那其他特殊性的用途就是 朱燙內置網會比較跟蛋白質這邊合成有關 那平滑內置網這邊呢 可能會跟其他的代謝 比如說那個紙質的代謝 然後或者是像解毒這種特殊功能 除出幹離子有關係 那講一下文字已經比較太夠清楚了 因為我們跟你們講過 從此之後沒範圍了 就是說課本看完 講義再看完也還好而已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考試都沒有什麼範圍可憐 但原則上是1次1到1次3 不是 而這次啦 如果我們這禮拜可以趕到細胞的話 細胞結束的話 好 好 好 繼續 好 這是 這是小顆粒 那對 核糖體因為它的大小跟病毒差不多 電子顯微性是唯一的關卡工具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的問題是 那核糖體到底長什麼樣子 電子顯微性底下真的看到一個黑色的點 對不對 後來進一步去分析發現 整個核糖體呢 它包含了兩個部分 大的次單元跟小的次單元 還記得它的組成成分嗎 核糖體沒有用到磷脂做出膜 所以它這細胞裡面不具有膜的構造 那它的組成成分呢 就包括兩個 喔 LNA 就是一些特定的蛋白質 組成核糖體所需要的蛋白質 大顆粒小顆粒都是一樣的狀況 那這兩個小顆粒呢 其實我們一般在介紹的時候 當然會把這兩個畫在一起 可是真實的情況是 通常這兩顆會組合在一起的時候 中間大概都夾著MRNA 它的功能就是用來解讀密碼用的 對不對 這樣的設計就是為了要把那個MRNA加起來 然後去解讀它上面的密碼組合 這樣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它組合 大概都是已經在做轉譯的工作 對不對 好 那它如果現在附著在像那個粗糙內滋網 甚至於是細胞核的外膜上面的時候 通常它正在工作 我跟你講 後來如果再進一步去深入探討的話 會發現這些附著在像粗糙內滋網表面 細胞核表面的這些核糖體 它身上應該都要掛著兩個東西 1-MRNA 那就是什麼 波台電 我跟你講 這些都是正在工作的 好 但從這張圖裡面也很明顯看得到 細胞裡面的核糖體會不會全部都附著在 粗糙內滋網或細胞核糖體 也沒有 因為有一些核糖體 它顯然是獨立運作的 所以我們就把這種核糖體叫做 游離核糖體 就是它是放在胞液 細胞液體的環境 我去跟人家合作 它自己獨立運作 這叫游離型核糖體 那掛在那個膜上面的 基本上就叫做附著型核糖體 所以附著型核糖體 它可能會需要依賴內滋網的資源 那游離型核糖體它可以獨自運作 那它們都會去製造波態鏈 所以將來形成蛋白質之後 這個用途上就有點區別了 所以比如說一個細胞要分泌到外面的這些蛋白質 可能就是由附著核糖體製造的 那如果比如說像我們講那個呼吸座 呼吸座的第一個階段是糖檢 那糖檢就是在細胞質當中進行 那假設糖檢一口氣需要好幾個酵素 那我這些酵素既然不是送到細胞塊去使用 我就找誰幫忙 那游離核糖體去處理就好了 所以游離核糖體製造出來的蛋白質 一般來講都是比較是屬於 留在細胞裡面自己使用的 那附著核糖體製造的可能會是分泌 那如果不是分泌 可能會是什麼 不要忘記榮體也是誰做的 榮體是不是也是透過內脂肪高基斯底做的 對不對 所以也有可能是打包 然後留在細胞裡面使用 那這是核糖體 它是一個專易的工具 不具有膜 構造成分很簡單 大小跟成分 跟痘痘病毒還蠻接近的 好 這是核糖體的部分 然後加上圖應該夠大了 這顆粒 這個電子顯微鏡底下的這個圖 然後所以下一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搞基斯底 搞基斯底 一般來說它的位置還蠻靠近細胞核的 然後它有一個特性 其實很像粗糙那種 就是你看扁平狀 這個也很清楚 扁平狀 然後多個層次疊起來 那通常形狀上會稍微有一點點彎曲 那彎曲的那個凸出來這一面 通常會面對細胞核 就是這一面 有弧度嘛 往上凸的這一面 這邊通常是細胞核 那我們會把這個地方叫做順面 面向細胞核的那一面叫順面 那另外相反的這一面 就是反面 那順便跟反面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現在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只要是扁平的部分 都是屬於高基斯底的主體 那旁邊有沒有看到很多的小泡泡 這個就是它已經做完東西 然後呢打包成包裹 叫運輸男泡 對不對 然後開始準備 也許分泌到細胞外 也許放在細胞的特定的地方 像容體嘛 細胞的消化器官 所以這個周邊的泡泡呢 很有可能都是高基斯底產生的 那你看這些泡泡的產生的部位 看得出在哪裡產生嗎 是不是幾乎都在反面這個區域 所以兩側跟反面 是它完成 那個它的合成的物質 比如說糖蛋白 然後現在要打包成包裹的時候 就會從反面這個地方 或兩側釋放出去 那高基斯底只有一組 就只有這邊一組 內脂網沒有分什麼組的問題 因為內脂網是一直往外 向外發展出去 那可是高基斯底就很明確 就是這個範圍裡面 這個就是一個高基斯底 它比較獨立性 但是形狀上確實有一點像粗糙內脂網 然後它察覺的部分呢 是蛋白石修飾的最後一道手續 就是一般從它出去的東西 大概都已經有功能了 你可以叫它蛋白石的 好 那可是它的功能的部分的話呢 連帶的影響到很多 比如說剛才講 融體是它製造的 對不對 過癌化小體是它製造的 細胞分泌出去的酵素 比如說唾液澱粉酶 那高基斯底製造 那這些會有分泌 特定物質的細胞 通常我們會發現 它的周邊這些運輸難泡的密度會特別高 那表示這個高基斯底還蠻忙碌的 所以像我們消化系統裡面 你的拓線、胃線、疑線 然後那個腸線 腸道比較分泌物比較簡單一點 疑 這些有分泌功能的部位的話 實際上它們的高基斯底 你可能在它活躍的時候 會看到它附近的這個 運輸難泡的密度就特別高 那分泌能力比如說皮膚細胞 皮膚細胞其實就是沒有太多的分泌物 平常人大概不需要一直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它的運輸難泡的數量相對就會比較少 所以這是高基斯底 那一般來說我們會把它叫做什麼 它是蛋白質的修飾中心 留意一下這個詞 這因為你比較常用 修飾、加工 蛋白質製造呢 它要好多道手續 一道手續誰處理 蛋白質製造起點一定是在核糖底 對不對 中間可能會透過誰 內石 最後的那道手續 很有可能就是它 所以這三個的合作關係非常明顯 核糖底 內石膏 高基斯底 指揮中心在哪裡 細胞核 OK 就這樣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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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